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之前呢主要是学习了一下这个系统测试流程当中的什么计划设计 还有什么测试需求提取 然后呢咱们这次主要是学习一下测试策略的设计 那么在讲测试策略的时候呢大家要理解一下 测试策略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一下测试方案 它是根据不同的测试对象以及测试的范围 为了实现测试计划所定义的测试目标 可能会采取不同的一个什么样测试策略 其实就是说测试计划定义的是你要做什么 而测试策略主要是什么样 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从这个文档的功能分类来说的话呢 测试策略应该是属于这种技术定义翻译 在测试策略当中呢 定义如何实现测试计划当中的目标 以及可能运用到的一些相关技术 针对不同的测试级别或者测试目标 可以使用不同的测试策略 那我们这里一般讲的都是什么 系统测试 进行系统测试 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进行系统测试当中 功能测试的时候的话呢 针对于不同的测试点或者是什么测试需求 我们可以使用等价类边界值 双来迁移 还有什么流程分析等等的一些 用力设计方法进行用力设计 那么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性能测试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针交实验啊 还有可以使用英国图啊 或者是一些方法进行什么 性能测试场景的一些设计 那如果是做系统集成的时候呢 还可以使用置顶向下的一些集成方法啊 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不同的测试方法啊 对于我们来讲呢 只需要知道一点 测试策略主要是解决整座的问题 你要给出一些解决问题的什么样的 策略方法 那么测试策略的话 测试方案的话一般是谁来写啊 一般是测试工程师来写 跟测试计划不一样啊 测试计划一般说实话都是管理层的人来写 那么测试策略其实就是具体实施的一个过程 那一般可能有测试工程师写 那么测试工程师写完了以后的话呢 这个测试经理或者是主管 开发的负责人 他可能会参与到这个测试什么样 策略或者测试方案的一个评审 一般来说的 我这地方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听一听就写了 测试方案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接触的应该也不会特别多 如果说你真正需要用到它的话呢 大家可以再回顾团再来看一下 我所讲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呢你们可以采用国家的一个标准 也可以使用什么 网上可以查找到的一些怎么样 测试这个方案的模板 当然呢你找不到你也可以找我 在区里面问一下我 我会给大家发一份测试方案的模板 那么呢这个 回过头来说 测试方案通常情况包含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跟咱们测试计划有点像的 该说 我这个文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我这个方案写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读者对象是谁 项目的背景是什么 项目的范围是什么 这个跟其实咱们测试计划还是有点像 有点像 然后的话第二个部分呢 主要是讲了一下什么 测试什么 配置的要求 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直接从测试计划 当中把它考过来就完了 直接考过来就行了 它有什么 有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给大家写的这个测试计划的示威导图 比方说它有软件资源的需求 还有什么 硬件资源的需求 还有其他一些设备资源 或者软件资源的一些需求 你应该在这个测试需求 或者是什么 这个资源需求这一块 完全可以把这些加载进来 拷贝进来 写进来 那然后呢 这里面呢 还可以声明一下 当初我们在测试计划当中定义的什么 停车标准 你可以在测试方案当中 或者测试策略当中写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二大部分 也就是测试的一些什么 资源需求情况 那么再接下来的话呢 主要是什么 这里面不谈到我们测试的这个团队组织结构了 这里面主要是讲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项目 你大概测试范围是什么 它们的层次结构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呢 我们在第三部分 一般可能会要写上什么 软件的体系结构 它的一个架构 比方说它的功能结构 它的页部流程图 它的主网图 可能都要写一下 画一下 然后的话呢 功能结构介绍清楚 软件结构介绍清楚 以后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开始写什么样子 系统测试用力方面的 那么我们写这个系统测试用力 你把这个被测试对上写一下 然后的话呢 不同的对象 大概会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再写一下 比方说切变测试 你主要用哪些方法 功能性测试 你又用哪些方法 性能测试 又用哪些方法 安全性 你又是从哪些方向考虑的 所以说在我们接下来 这个部分 比方说系统测试用力设计这块 这个具体的策略 你可能用什么 用细化的方法把它细化出来 比方说你这个UI测试 你是怎么测的 你的方法是什么 你这个功能点的测试 你主要应用哪些方法 比方等价类 边界值 证交 判定表 用过图 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打开写一下 然后当这些东西都搞定了以后呢 可能还会设计在刚刚说的性能 安全性 兼容性 等等的呢 这些都可以写一下 写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什么 写回归测试的一些方式方法 那么呢 这个回归测试的话呢 它有哪些方法 第一种就是什么 完全回归 所有的测试用力全部执行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回归叫选择性回归 它主要是什么 选择当前被影响的什么 测试点 基因什么 回归 也就是说把一些基本上 在第一次测试没有问题的地方 可能就不怎么做什么 做检查了 主要是把一些产生缺陷的地方 再做什么 回归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这个测试方案当中呢 会把这些做一个详细的定义 详细的定义 说实话 为什么这一块我给大家呢 没有讲太多的东西 甚至我连版书都没版书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测试方案 从我的工作经验来讲的话 我接触的并不多 真的并不多 计划倒是经常会写一写 但是方案接触的并不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些时候啊 我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需求 我做过的项目当中 好多都是没有明确的需求 这个产品能做成什么样子 说实话程序员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对吧 大家一般都是商量着来的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可能即使写这个测试方案的话呢 也不会写得多详细 也都是比较笼统的 都是比较笼统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测试测量或者方案的话 从我角度来讲意义就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给大家讲了也不会特别多 那有兴趣的话呢 你在网上查看一些相关资料 或者你问一下我 当然目录层次结构 就是说测试策略 目录层次结构 你可能还是要了解 跟我们那个测试计划还是有点像 只不过呢 在后面这个章节主要是讲什么 具体用什么方法 怎么去测试一个测试点 跟这个测试计划呢 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别 稍微有一些区别 那么当我们测试方案搞定了以后 测试策略搞定了以后呢 它也是需要进入什么样 评审的 评审通过以后 那就可以开展我们什么 用力设计了 开展我们的用力设计环节了 那这里我需要说一下 我们首先讲的是测试计划 然后讲的是虚学分析 后来又讲的是测试策略的设计 那其实呢 我们完全可以调整一个什么顺序 先讲测试计划 然后再是方案 然后再是虚学分析 写用力 那为什么这么在安排呢 主要是考虑到什么呢 这个测试设计啊 如果说在经过咱们需求分析之后的话呢 对这个需求呢 如说了解的话呢 那么测试策略设计的话呢 相对来是更合理更恰等一些 也就是他能知道背质等象是一个具体什么情况 所以说呢 我把它放在第三个层上 所以就有一些书上面可能是放在第二层 或者是在一些理论体系当中 这个测试方案呢 一般都是跟着什么需求来的 你看那个 有些书上面讲的叫做什么 计划设计实现执行 那么计划就是测试计划 设计是什么 讲测试什么方案 或者是测试什么 测试 实现主要是编写对应的测试用力 根据计划方案 区区规格说 编写对应的测试规程 测试用力 执行主要是测试方案搞定了以后 怎么办 搭建的测试环境 接下来什么 实施我们测试活动 叫计划设计实现执行 我这里面只是把它调整了一下 所以朋友们在学的时候 或者参考了一些其他资料的时候 需要不要觉得这个 看不明明或者什么 其实到底是相通的 是吧 到底是相通的 OK 咱们这个测试方案 测试测试给朋友讲的 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些 你把核心的东西记住就行 核心的东西记住就行了 模板每家公司都不一样 所写的内容也不一样 所以说你给我掌握几个关键核心 灵魂运用最可能 OK 咱们这次课呢 给大家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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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